民进党立委黄国书坦诚在早年曾经当过政治献民 为了避免让党为难以及连累无辜的人 他也宣布要退出民进党 下届立委也不再寻求连政 多位民进党及议员对此都表示相当震惊 而对黄国书在国会关心文化发展 青年体育政策并热心服务相亲的表现 仍然都印象深刻 二万之外更是给予肯定 立法委员黄国书担任过多届的台中市议员 关注文化艺术在议会问证变才无碍 2015年台中市立委补选 接棒选上台中市长林佳龙的立委席次 问证及服务都受到好评 不过近日却爆出学生时代曾经是国民党姓名 他也宣布退出民进党 下届立委也不再寻求连任 党中党当然非常关心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不乐意见到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也觉得说国书他是勇于表达 勇于承认 那么后续会怎么样的发展 我们都是尊重每一个我们的这个 从政党人同志的意愿 因为时间点刚好在3Q附近 您觉得这也没有相关点 我想这是太多的联想 应该不会 还是我们的这个焦点还是在10月23号 这个罢免案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多位议员表示听到消息时感到相当震惊 但对于黄国书在国会关心文化发展 青年体育政策并且热心服务相亲的表现 仍是印象深刻 在二晚之余也肯定黄国书的勇于面对 曾经受其栽培的议员黄首达 更是感到相当难过与不舍 我受到国书委员就是很深的栽培 对那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也是很震惊 然后就是也想了 不好意思就行了 不好意思 可能接下来做解放的准备这样子吗 没有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想那么多 民进党立委黄国书抛出退党不选的震撼弹 也让他所在的台中市第六选区 势必群雄并起 蓝绿阵营都有呼声很高的人选 希望能够出现参选 后续政治效应正在发酵 这样综缓台中采访报道